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河北燕郊爆炸事故发生后 至少有两名央视记者 被当地警察和政府人员阻拦采访 对此在微信公众号 陈士德蒂德这篇很快被删除的文章中 作者这样写道 很难说这就是真正的采访 中国记协发了声明力挺 但是声明其实只是说了 记者可以记录现场 报道救援情况 根本媒体可能存在的监督和追问 人们对这次事件感到震惊 其实并不是因为记者采访被阻挠 而是就连央视也有了这样的遭遇 这是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是央视这种有权力色彩的机构 也被阻挠了 另一方面记者的初衷 也不是去做调查和监督 只是连线和直播 仍然被限制了 在这样的突发新闻中 一般媒体很难靠近现场了 过去几年 有过好几次记者被抓小黑屋 搜身甚至被打的事情 没有引起太大波澜 地方媒体如果要把委屈讲出来 在网上还会引来网报 例如 你们南方系 活该 这次央视记者被阻挠 仍然有不少人叫好 称 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 新的受冲已经崛起 他们数量庞大 思维模式和权力完全一致 对媒体来说 这是最悲哀的局面 你以为去报道真相是为了公众 但是公众却把你看成是敌对势力 大部分媒体都是非常自觉的 放弃了对这种现场的接近 在这种局面下 央视等权威媒体接管现场 这是新的现场 通常是权威的 主流的 没有多少杂音 也没有太多揭发 这就是当下突发事件的信息 呈现常态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些山体滑坡 火灾 体育场坍塌 都没能留下立体和有深度的记忆 而只是一个个容易忘记的瞬间 和这一过程相适应的 是各地发布会的变化 通常 这样的发布会会选择在夜间进行 因为这样既完成了公开的任务 又最大程度地避免被看到 发布会不会安排提问 只是主持人和相关部门上来 念一下通稿 通常会进行直播 但是不会开放评论 尽管 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 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那些不服装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404文库栏目中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收录了这些 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igran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